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孔子伦与魏灵公篇第七节子曰 直在始于,帮有道如师,帮无道如师 君子在取博欲,帮有道则是,帮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这个直呢,就是直眼光 这个眼只能复杂到直接来的东西 不能拐弯的 所以这个直的祖宗最多的时候和那个臣差不多 但是那个臣是大眼 这个直呢,眼外面加一条线 正明这个眼看到的就是直的 人也是祖宗日积月累这个经验的积累嘛 那么直就是不拐弯 在呢,就是和 在这就算是个注词吧 如果你要说有意义也可以 就是那个杜亮红啊,在树上磨损了,被偷了,被破了,被砸了等等吧 那么就是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事情称之为灾 那人灾就是对人类生活啊,这个劳动啊,能不利的东西,增加障碍的东西,它叫灾 那么后来演变成就是做的事儿,哎,就是不好的事儿 那么再后来这演变就是像现在,我们可以认为它有个意义,哎 叫所作所为,哎,那么统统啊,就叫灾,那么直灾呢,就是哎呀,所作所为太直了 所以就说也可以有这个意思,当然了,它在不同的场合啊,所代表的那个真正的含义也是不同 比如说,嗯,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多数灾,哎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所作所为多吗,哎,那么也可以说是灾,哎 嗯,这个大家自己去慢慢品,那么通常呢,我们 嗯,现在都已经说这个,就是主词了啊,语气词了,实际上主动的语气词,什么词也都是有含义的 只不过后来说可以忽略,因为这个文字这个含义的增加和发展 那么就把,呃,需要这些辅助词的意义呢,都包含在它字体里头了,所以就成了虚词或者是注词,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嗯,其实没实质的意义,主动弄这些东西也没有用,那么这当然是一个文化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那么没有,其实上因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或者理解,一样啊,也可以,所以就认为是注词或者是 语气词 诗,和那个是不是的诗诗里一样,就是光线充足照呢,就那个样子 那么那个诗呢,就是当下现在,哎,我们随时随刻的,呃,成为诗,诗诗求诗 那么过去,哎,在阳光下,在光线充足下存在过,那么就是诗,哎 在过去的诗,称之为诗,所以我们今天叫历诗 那么这个地方,这个诗呢,我们就认为就是诗,哎,纯粹就没有什么时间跨度 那么就,表示呢,就那个样子 鱼,鱼就是水里的一种动物,哎,那么 诗中最早这个字呢,是画了一条鱼,啊,和鱼的形容是一样的,就是水里的一种动物 那么后来,这个鱼,啊,也是跟鱼有关系,为什么诗中的鱼进行观察,你看没有 嗯,在水里头和我们其他的动物人都不一样,那么傻嘛,因为我们人在水里头,就觉得受到局限,哎,就觉得不舒服,啊,那个 但是鱼呢,就在水中生活,还有呢,就说这个鱼呢,你看也没有手,没有脚,哎,好像感觉到一种笨,哎,傻,所以呢,就出现了那个鱼,鱼吃的鱼,那么跟这个鱼也有关系 那么,后面还一个鱼,鱼呢,最早的时候就是鱼骨头,啊,我们把鱼吃了,或者鱼死掉了,剩下的呢,就是鱼骨头 那个东西呢,因为以前那个鱼都比较大,祖宗在这用这个鱼骨头呢,做各种各样的器具,它毕竟,你看它硬吧 是骨头啊,都硬吧,那么它还可以加工,跟石头膜啊,我们可以做成骨刀,骨针,那个特别是那个针,哎,我们那个 古代的时候,那个,不行,我们现在是金属的,就是用鱼骨做的,能够传透东西 甚至于剑驰,有的也用鱼骨,所以呢,就是说,也是好东西 这说鱼的好东西就是鱼,鱼的不好的一面上呢,就是鱼 那么,还有更大一点的,啊,我们走中就在上面做符号,啊,文字传述记事 嗯,所以这灰骨,甲骨文,就是从这个鱼,啊,这个,这个,水里头的这些动物的这个骨头,啊,上面 嗯,可符号流畔下来的 那么 这个使鱼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就是鱼,啊,鱼笨的鱼,是吧 这种值呢,就是,啊,鱼笨,啊,鱼呢,就是心里不清楚,搞不明白嘛,啥嘛 那么,邦,就是指可以种植植物,装甲,我们收集种子,作为食物,使人的物质生命能够延续 那么,这种地方称之为邦 嗯,在这种地方,通常大家都是共同,啊,开发这个土地一起种植 那么,就有种,嗯,群居的部落,啊,乡啊,村啊,就叫邦,后来演变成邦 像我们今天就可以称之为国家,哎,比较大的,可以种植农业的,同时农业活动的地方 有就是手,能够把持称之为,有道就是路 嗯,那么就是规则,就是指法则,就是指这个宗法律宪法,哎 嗯,也是真理真相 如梦就是,嗯,假定的意思,哎,没有假定有,啊,称之为如师,就是指贱 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剑呢,和直是,嗯,有的一笔,嗯,就相像 那么,这个,嗯,嗯,剑的运动和健身本体都是直的 那,不能打玩,打玩阻力大,他就转玩走了 我们去进行,嗯,祖宗捕猎的时候,要,嗯,进行围捕的时候呢,用剑射 那,需要他就是直,哎 那么,剑的运动,或者剑杆本身,那也需要是直的 那么,跟直有关系 那么,君子就是,嗯,境界高的人,懂道理的人 明白势力的人,理人的人,明心见性的人 那么,成为君子,境界高嘛,嗯,驱,驱,啊,驱式的驱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追求,想要得到,就是驱,或者就是照着去做,也叫驱 那么,在这呢,就是追求,不过呢,就是指,啊,上了年纪的人 那么,通常上了年纪的人,前面孔子,嗯,也跟大家分享了,啊,那么,少要,这个,嗯,孙弟,啊,呃,长而有数,啊,老了呢,你就明白事儿了嘛 你所有的,嗯,都经历过了,那么,到年纪大了,你就应该明白事儿了 那么,所以,驱呢,通常只是,当者,明白道理 嗯,驱,我们前面分享了嘛 那么,这个,后来,像鱼骨头一样的东西,啊,就叫做美好的东西,叫做驱,啊,也是一种石头,像鱼骨头一样的石头,叫做驱 那,就用这个,驱,来,也是摸石刀啊,石斧啊,作为最早的工具 作为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那个石器时代,主要就是,最早使用的是驱,啊 那么,驱国欲呢,就是追求真正的道理的意思 为什么,那么欲呢,通常我们祖宗,就是白啊,无瑕,纯真,嗯,的东西 其实,那个道呢,也是如此,啊,皆白无瑕,没有,全部都是,嗯,明亮的,嗯,没有什么瑕疵 所以呢,驱国欲就是追求真理真相 那么,是呢,嗯,就是是不是的是一样啊 那么对人来讲,就是真实的人,嗯,那么是不是万物,是不是就那个样的 那么人也就是那个样的,所以是,是呢,是在君之后,啊,就是发展起来的东西 他是帮助君,去给大家主持,啊,公正,啊,平等的 最早的君是境界高的人,啊,嗯,懂道理的人,啊,理人的人,明天见经的人 后来就堕落了,堕落了那么,一人为四,两人为公网呢,需要,嗯,别人去帮助他,所以监督他 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也是境界高的人,所以呢,君啊,氏啊,包括些臣呢,都一样 因为境界高,大家才推举你去做这种事情嘛 当然了,今天,啊,这些东西都发展的相反了啊 这是后话,以后再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这个氏呢,就是说真实的人 啊,嗯,壳就是指,啊,交易完了,啊,表示服从,啊,表示结束,啊,发个声,成为壳 卷呢,就是人拳起来,啊,萎缩起来,嗯,那么通常形容上东西也把它给,呃,轴起来 那么就是指盖起来,啊,那么在这儿这个卷呢,就是指默默的,啊,不是那么张扬的 嗯,的意思,怀呢,就是指胸,呃,那么通常呢,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一个心啊,胸膛里头的心 嗯,当然也有指肚子,所以,呵呵,这个因为什么是内在的东西嘛 所以成为怀,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倒过来说一说就知道了 那么帮有道如实,帮无道如实,嗯,嗯 嗯,只在,实于,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嗯,大家居住这个地方,大家都明白道理,啊,都根据自己的真心本性去做,啊,你直来直去 啊,就是,是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么,你帮无道,就是说,嗯,这个道理呢,都不能行,啊,你还去那么做 就是说,帮有道如实,啊,就是说,嗯,大家,这个,嗯,按道做事,你也去按照做事,和见一样啊,直来直去 帮无道,你也和见一样去做事,就是说,大家都行无道的事,你也去,啊,跟着无道,啊,由于这就是指 其实,其实呢,空在这就是,这种直在是愚,这是愚拜,不明白道理 那帮有道,我们大家都一起做,对吧,你都行,都行道嘛 帮无道,大家也都去做,那就是 不懂道理嘛,就是行无道嘛,所以你,嗯,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什么,鸭子过河,随大流,一栋随大流,大家都这么做,由于罚不则众,啊,都这么做嘛,都这么做,由于就对 这就是一种愚嘛,对不对,真正的不愚,是什么呢,那就是,哎,后面,这个,这个,曲伯玉,哎,大家就追求真正的,那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 那么 后面呢,也倒过来说,啊,帮有道,则是帮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君子在曲伯玉,哎 说帮有道,我们就去,嗯,做个实实实实实实实的人,啊,精简高的人,那么就,因为,那,大家都去按照道嘛,按照这个,呃,法规则去做事,那么,大家都去这么做,那么就是一种,嗯,是嘛,就是真实的人嘛,其实道就是,和人合一了,那个人展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人嘛 帮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就是帮无道,大家都,嗯,不去行道了,做不公平的事,那么,就要怎么呢,就要默默的在心里头去坚守,啊,还要去做,就像前面说,啊,君子穷故,啊,但怕是穷,他也要坚守,那么在哪坚守呢,就在这个,怀里头,就在自己的内在的心里头,去,默默的,啊,卷,啊,就是说,不,这当然不是掩盖了 嘛,就是默默的,哎,不去声张呢,啊,还去坚守,那别人去偷,那我就不偷嘛,我默默的不偷嘛,啊,别人去杀,我就默默的不杀嘛,别人去伤,我也默默的不杀嘛,我就,不用去什么张扬,因为什么,也,嗯,如果真正懂道理了,后面孔子也会跟大家讲,应该怎么做呢,那不那个呢,就是坚守自己的良心良知,啊,叫卷而怀之,而不是说,嗯,帮无道嘛,你去玄山可能受到伤害, 你说不行,大家不能偷,不能抢,不能夺,不能去骗,那大家都在骗,不是傻瓜嘛,啊,你说的,轻一点,大家说你是傻瓜,重一点,可能就把你给,嗯,杀掉了,因为我们人的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好多古圣贤贤,也都是被杀,东方也有,西方也有,嗯,这一个呢, 其实也是展现了祖宗的这个东西的认识,对这方面的认识,那么就是,你默默的去坚守,啊,嗯,别人无道,我坚守有道,我在心里头去坚守他,那么这才是真正的追求真理,你说帮无道,啊,我,跟着一起去做,那就是,于,啊,就是施于,那么意思呢,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具体的去讲用什么言语,用什么去,呃,描述,啊,大家自己都有自己的这个,呃,特长文字嘛,啊,嗯,反正我讲的也比较啰嗦,意思呢,呃,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好,这一节呢,都跟大家分享到这,谢谢大家